人去全都去玩就会这样子 对 速度管理 国境之南恒春半岛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不过因为游客不按道路路况 沿途发生的死伤车祸也多 根据警政署的资料显示 屏东县109到111年 每10万人死伤分别为2816人 2621人与2249人 为全国第三高 家庸事故死伤的一个换算的公式 是以本县人口数为分母 那以全县的大陆家庸事故死伤的人数为分子 那本县的人口发展有点迟缓 但是在县府它带动了一个 发展观光的层面上 有外国跟外县市的旅客 来到县内旅游高达六百万人 是带动旅游跟观光的发展 皮诺县政府警察局分析 屏东县每10万人死伤高的原因 与人口数 来做一个深入的一个策略的防止事故的作为 屏东的山海景色令人心生向往 要前往美丽景点 沿途会经过许多社区 由于民众在社区活动 多是步行或以机车为主要交通工具 若发生车祸 死伤情形严重 因此当地居民派用路震进到社区能降低车速 多注意行人 避免交通意外发生 外地的车辆就是在我们这边行驶的 那个主要道路的那个速度也是很快 那就是希望外面的 不管是外面的还是本地的啦 就是希望他开车经过村庄的时候就放慢速度 然后注意旁边有没有小朋友或者是老人家 以前就是开发之后 造成我们这边很多村民死亡 还有那个就是受杀事件 屏东县警局交通队表示 今年方山乡是全国每千人交通事故 死亡人数最高的乡镇 其肇事原因大部分都是超速 希望透过加强宣导与防治 能有效减少交通意外事故发生 同时降低事故的死伤人数 记者张如荫阳正义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